我国将废除刑事法典第377节A条文 条文废除后 男性之间的性行为不再违法 不过政府将修改宪法 以继续维护和保障现有婚姻的定义 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表示 新加坡大体上是一个传统社会 认为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 孩子应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长大 而这样的传统家庭构成我国社会的基石 政府持有相同立场 也通过多项国家政策维护和强调家庭的重要性 不过这些年来 人们对同性恋有更多的理解 同性恋者也日益被接受 将男性之间性行为视为犯罪的刑事法典377A节条文 几次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虽然都没有成功 但在法庭最近一次的裁决后 律政部长和总检察长的意见是 377A条文日后如果再受挑战 被推翻的风险大 依据是他违反了宪法关乎平等保护的规定 因为这原因选择 本软会拖至网友 政府将解除遗争平等367A 终争用性对男人的历史 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危机 正确是最好的整理方 trucs 不过总理也说 尽管许多国人支持废除这项条文 但他们并不希望我国的社会风气 因此出现大变化 包括对婚姻的定义 和在学校对孩子的指导等 一些国人也担心 这会激起企图分化社会的极端行为 因此政府将延续目前 以家庭为本的方针 维护和保障现有的婚姻制度 不过为防有人同样以现法为依据 在法庭挑战婚姻的定义 甚至导致同性婚姻在本地受到法律 承认我国必须修宪保护婚姻现有的定义 总理表示唯有所有群体都保持克制 全国才能万众一心携手前进 相关法案提成国会时将展开全面辩论 全国才能万众一心携手前进 全国才能万众一心携手前进